郑元子,2023年8月30日,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清风明月去睡觉了,此时呢,唐僧就埋怨孙悟空,他说,你怎么推倒他的术呢,这样,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清楚,此时呢,孙悟空代表江青,而唐僧,猪八戒,沙河上,代表四人帮,其余三个人,说话的人呢,我也不知道对应是谁,显然他比较软弱,我们可以认为啊,他是王洪文。 孙悟空说,你不用闹了,等他们睡着了,我们连夜就可以离开,此时,猪八戒,他说,他说的话就比较有趣了啊,他说呀,孙悟空,你一变,就变成个重制儿,瞒着格子眼就飞出去了,这个地方可就是态道了啊,这个地方啊,你看那个重制后面,还有个儿,其实这就是职儿的意思,那么江青的职儿是谁呢,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江主席, 江主席被过继给革命烈士江上青,这个前面我已经讲过啊,而你从江主席那代人和毛主席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江主席是毛主席的子职辈儿,完全准确吧,所以变成重制儿,就是说,江青在被捕之前,他就已经挑好了接班人, 而这一切显然是毛主席安排的,所以此时,孙悟空,你也可以看出是毛主席,也是可以的,毛主席亲自挑选了接班人,江主席,然后呢,江青,他是秘密安排了这一切,看到了吧,神仙下界就是不凡,此时啊,我不得不再解说一下啊,毛主席时代的无奈,毛主席是神仙下界,他也是看到未来的, 毛主席建立新中国之后,他只用了短短不到28年,就将我们的国家彻底给改变了,我们此时想一下太极图啊,满清民国300年的黑暗,被毛主席用了28年不到,就这么短的时间,就拉到了白色的顶端,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毛主席发展的太快,而人民的素质呢,只经过28年,是真的跟不上这个速度,所以毛主席是知道,他离开人间之后,中国就会回到黑暗之中, 这也是呢,天道运转的必然,所以呢,面对这个必然的前景,毛主席早早就挑选了接班人,明面上呢,就是华国锋,就这个华扑扑啊,暗地里呢,是江主席,大家懂了吧,而为什么邓小平等人,根本没有发现呢,你就看这句话啊,瞒格子眼飞出去,瞒格子眼,其实就是啊,瞒过了各种眼线,大家看懂了吧,猪八戒说,孙悟空你跑了,就留下我们在这里受罪,此时猪八戒,你可以认为, 是四人帮另外三个人,这个地方我又明白了啊,此时是神仙告诉我们,不要把四人帮看成一体,这个名号,是邓小平故意污蔑江青的, 其实江青和另外三个人,有本质不同,江青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另外三个人,多少都有投机成分, 所以,这也就是前面一集说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碗的深刻含义,我再说明明点啊,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他们更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在选边站队,他们只不过是站在了毛主席这边, 但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呢,王洪文最先就叛变了,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最终他们三个人都被释放,而且还无疾而终,还说到这里啊,我查一下文案没有的啊, 这个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死的,这个王洪文他不是无疾而终,他说是病死的, 但是反正不是被杀的,或者说表面上不是被杀的,我们看他后边就明白了啊, 这个地方啊,我就明白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集团呢, 他们以后会利用张春桥等人做文章,现在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 说是张春桥写的,那个文字里面对邓小平啊,就有讽刺和批判, 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啊,吴氏和鲁迅的关系, 这文章绝不是王张春桥写的啊,我看过张春桥当权时候写的文章, 他的那篇文章的理论高度是真的远远不够的,就这么说吧, 毛主席时代的中国人,咱们不说老百姓,就说当时宣传口的中国人, 那都算高级文人了吧,他们这帮人中老派的大部分都是满清体系, 他们写不出革命文章,而张春桥这样的马列体系呢, 他们太年轻了,他们的文字水平啊,和对世界的认识太浅薄了, 在我看来,张春桥当权时候写的文章,就仿佛幼儿园大班啊, 那个文字,但是没办法呀,毛主席手下无人可用, 所以只能用张春桥这样的人,而后期呢,张春桥去世之后, 他流传出来的那篇文章,显然和他之前的都不是同一个风格, 那个文章,他里面满满的都是啊, 网络宣传文字的特点,再一看就不可能是张春桥写的, 这也是啊,西方邪神的人间马仔,提前伪造出来, 占位置的,就类似提前搞一个马列, 提前安插一个鲁迅,就这意思, 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也就清楚, 敌人已知啊,不忘试图抹黑江青, 他们将江青和另外三个人捆绑在一起,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的是要用王洪文呢, 等人身上的黑点,来继续抹黑江青, 你说江青是啊,这个纯粹的革命者, 可是你看他的同伙,你看啊,王洪文, 他就是个叛徒,他是怎么说的,很软弱,明白了吧, 江青呢,是纯粹的革命者,他没有私利, 他只为国家民族战斗, 所以神仙在这个情节,就是让我们彻底明白, 四人帮呢,那只是邓小平的污蔑, 江青和另外三个人,有本质不同, 所以你看啊,具体抓捕四人帮时候的表现, 也就可以知道啊,那三个人都去了怀仁堂, 为什么他们三个人都去了呢, 因为他们就接受了那个, 小说里面写那个小菜, 这个小菜就是诱惑, 他们,邓小平设一个计谋, 就是说,这个毛泽东文选, 那个兵阳教队啊, 还有毛主席的纪念堂啊, 和顾居的这个选址啊,等等啊, 你想想,谁来决定这个, 那不是谁就有权利吗, 所以他们受了权利的诱惑就都跑去了, 而江青呢,就根本不为所动, 所以他没去,他看得非常清楚, 这也就是上一集那个情节写的啊, 孙悟空心里明白,口上不说, 因此到了现在, 是江青回到了人间, 而另外三个人呢, 他们去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神仙呢,是肯定了江青同志, 可是,神仙却没有肯定另外三个人, 大家千万明白, 这个情节呢,我就终于说清楚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 猪八戒担心孙悟空自己跑了, 唐僧说不用担心, 他要跑了,我就念锦箍咒, 此时猪八戒说啊, 我只知道五部经书, 棱烟经啊,法华经啊, 观音经啊,等等, 猪八戒说, 我可不知道什么锦箍咒,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呀, 唐僧掌握了孙悟空的生死, 其实这个地方说的是啊, 四人帮中有人知道很多秘密, 我再说明一点啊, 这个地方, 唐僧就是王洪文, 因为四人帮做的事, 邓小平不可能全部知道, 必然有人出卖了秘密, 邓小平才能知道, 而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王洪文出卖了一切, 所以呢, 邓小平才能根据这些来审判四人帮, 大家明白了吧, 其实大家看看最后结果, 你看这个图, 江青是1991年遇害的, 而王洪文1992年死于狱中, 大家想一下啊, 为什么另外两个人都释放了, 他们都到了2005年才死, 而王洪文早早的1992年就死了, 他非常年轻啊, 这只能是因为王洪文是出卖了四人帮, 所以呢, 邓小平还真不敢留着他, 到时候王洪文一旦出来, 他会反过来出卖邓小平, 而另外两个人呢, 只能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所以呢, 他们两个也就善终了, 这也是邓小平为了显示自己的所谓公正, 而不是报私仇,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你看看这个图啊, 你就看死亡时间和个人结局, 你立刻就清除内幕了, 有时候当我们明白了本质, 真的都不用去考虑细节, 这个地方就是证明, 而你明白了这点也就清楚啊, 神仙为什么写了那么一个情节, 猪八戒不知道紧箍咒, 而唐僧要念紧箍咒, 这就是写的当时四人帮内部情况, 王洪文对江青造成了实质的威胁, 甚至伤害, 使他出卖了一切, 所以呢, 当历史的真相回归之后, 神仙绝不能让王洪文, 再和江青这样的革命者, 捆绑在一起, 得到人民的尊敬, 大家懂了吧, 接下来呢, 你们他们都出来了吗, 就时间变换, 你看啊, 天已黄昏, 东方月上, 这个地方含义非常深刻, 东方月上, 整本西游记, 只此一处, 月亮代表了阴, 代表了思心, 也代表了西方心身, 东方呢, 就是东方神仙, 也代表阳, 也代表公心, 你看这四个字啊, 它有两方面含义, 这个时间呢, 是改革开放时候, 邓小平时代, 所以呢, 此时, 思心霸占人间, 它就连东方都霸占了, 这是一层含义, 说的是神州大地, 思心泛恋, 那泛滥, 可是同时呢, 你看这里的东方, 也代表了东方神仙就要出场了, 因为这也是到了, 反者道之洞那个时刻,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仅仅呢, 东方月上四个字, 就将天道运转, 为我们讲述明白, 这个地方大家要仔细思考, 因为这个地方含义真的太深刻了, 这也就是天之道, 损有余, 补不足, 一个意思啊, 思心发展到顶点, 压迫的工薪都没有存在空间了, 你以为这就是邓小平最猖狂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邓小平要彻底完蛋的时候, 这就是天道的运转, 我也不能再展开了, 否则这一集说的全是天道, 但是这个时候啊, 我还要插一下文案里面有的一句话, 就是后面, 我就把这个事给讲清楚了, 大家看到后面就明白了, 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后面要讲这些, 现在呢, 大家就多多思考这四个字的含义吧, 孙悟空说, 万赖无声, 这就是人间所有反对邓小平的声音, 都被压制了, 这个时候我必须说一下汪东兴, 你先在网上随便去搜汪东兴, 给你最多的文章, 是说呀, 邓小平认为汪东兴跟波上时代, 还有陈云, 陈云说, 汪东兴当领导谁都不答应, 看到了吗, 这叫什么呀, 这叫卸磨杀驴, 抓捕四人帮, 汪东兴是出了大力的, 他是真正的执行人, 我猜测啊, 汪东兴之后就鞠躬自傲, 他以为抓四人帮都是自己的本事, 这就是他看不清楚自己的实力了, 他不知道啊, 邓小平陈云才是西方邪神选中的人间大马仔, 他还想在台上八号施令, 其实汪东兴可能都不知道西方邪神的存在, 结果呢, 陈云和邓小平啊, 就直接把他赶下台了, 尤其是陈云, 大家去搜汪东兴的资料, 你会看到, 陈云是毫不客气, 大家看看时间啊, 这可是1979年, 1976年抓四人帮, 1980年公审四人帮, 此时都没有到公审四人帮呢, 也就是说, 四人帮这件事还没彻底结束呢, 就在这个时候, 邓小平和陈云已经完全容不下王东兴了, 邓小平对王东兴说, 你为什么每次都唱反调, 唱反调可是很严重的一个指责啦, 就是你反对正确路线, 明白了吧, 那陈云说呢, 汪东兴当领导, 全党都不答应, 看到了吗, 陈云他一个人呢, 他都代表全体共产党了, 你说他这时候权势有多大, 这叫权势滔天, 一手折天啊, 这也就是兔死狗烹, 这就是汪东兴的悲惨下场, 他甘于做汉奸的走狗, 最终呢, 也不过是落得个走狗待遇, 汪东兴2015年才死的, 而两届中顾委都没有汪东兴, 看到了吗, 中顾委啊, 我们可以认为是邓小平的核心团队, 加一起呢, 三百多人, 四百人, 然而这么多人里面都没有汪东兴, 两届都没有他, 你可见汪东兴是多么的悲剧, 他抓捕了四人帮, 为邓小平陈云立下了大功, 然后马上就被轰下台, 连中顾委都没进去, 我相信呢, 汪东兴下台之后, 很快就会认识让他自己, 不过就是被利用的一条走狗而已, 好了, 这个时候我还要插一段这个, 额案里没有的啊, 就是这帮人呢, 就包括汪东兴和那些毛主席的卫士, 他们最后都说漏嘴了, 他们说自己和毛主席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 怎么说呢, 就说毛主席的后期, 汪东兴是可以随便见毛主席的, 而毛主席的妻子儿女都不能随便见毛主席, 你说这合理吗, 这显然不合理啊, 为什么毛主席的亲人至亲呢, 妻子儿女啊都不能见毛主席, 可是汪东兴周恩来随便见, 那你说这是什么呀, 这不就是他们把毛主席转禁了吗, 对不对啊, 所以他们那时候已经得意忘形了, 就胡说八道了, 就把这个真相都说出来了, 他们就已经忘了遮掩了, 现在就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清楚了汪东兴的下场了, 那么这个人连中顾委都没进去, 显然他不会被赏赐夺赦了, 所以呢, 现在他应该就在地府里面被审判吧, 如果我以后去地府, 我就会去见见他啊, 其实我越来越感觉呀, 我会见到历史上很多人物, 尤其是民国到新中国这一拨人, 我大概都会见到, 活着的呢, 我就会去审判他们的九转灵魂, 死去的呢, 估计现在还在地府里面受刑呢, 我也会去见他们, 因为他们也有记忆, 也有历史, 我必须都举出来, 然后告诉人民, 我们现在回到西游记啊, 你看啊, 孙悟空金箍棒一指, 锁就开了, 猪八戒就说, 好本事啊, 比小炉匠做得还好, 小炉匠是干嘛的, 他是生火打铁的, 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我一时都不好比喻了, 那我们就先说啊, 金箍棒是什么, 这里明确的说, 是改造人民的思想, 这个是最高层次的改造, 你理解为文化大革命也是可以的, 那么小炉匠生火, 这个火光代表了光明, 这说的也是思想改造, 这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啊, 文化大革命之前, 共产党的宣传机构, 对人民思想的改造, 改造人民的思想, 将人民变成钢铁,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当时的宣传部, 都被满清霸占, 他们的确也一定程度改造了人民思想, 但是效果非常差, 因为他们在宣传中, 栽定了大量私货, 你比如啊, 毛主席为什么批这个武训传, 这就是因为宣传部大量家带私货, 他们事实上会让人民的思想混乱, 大家明白了吧, 小炉匠和金箍棒, 是思想改造的两个不同层次, 小炉匠很低, 而金箍棒是最高, 所以呢, 当思想改造深入的时候, 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一起来, 敌人全害怕了, 也就是人民思想上的枷锁就开了, 那是两个锁, 一个满清, 一个马列全开, 当然啊, 如果说到马列, 那就不是单止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了, 在毛主席时代, 当时没有办法批判马列, 这个大家理解吧, 但是毛主席, 他已经批判了苏修, 这就是变相的批判马列, 而到了习主席时代, 马列是必须被彻底批判到扎也不剩, 因为这一只西方邪神的左手, 已经准备30年后继续夺赦中国, 大家懂了吧, 国家民族的夺赦是最高层次的夺赦, 西方邪神从来没有放弃这一个计划, 所以马列不死, 中国就会亡国, 因此此时的金箍棒, 又是齐主席时代的思想改造武器, 大家明白了吧, 因为神仙在这一段情节, 甚至一句话一个字之中, 都压缩进无数内容, 所以我就得一层一层的解读, 而且我也是在解读中才一点点明白, 其实我写文案的过程, 就好像我的师傅给我上课, 我写之前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写的时候才都明白了, 这就真是神迹, 这就是神迹, 此时孙悟空说, 开门有什么稀罕呢, 就是南天门指一指也就开了, 南天门代表了人间的中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中国真正的解放, 中国真正的发展, 必须是思想解放之后, 才能迎来真正的走上东方大道, 西方邪神不怕你中国物质强大, 单纯的物质强大, 其实过去十几年都是了, 然而呢, 那不是胡锦涛这个胡人坐在最高位置, 我们强大的物质能力, 不都是白给了白皮吗, 那你思想不解放, 你强大的物质能力, 只能白送给外敌, 人家当然不怕你, 西方邪神真正惧怕的, 就是中国人思想的解放, 就是中国人发现了历史的真相, 和世界的真相,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孙悟空的金箍棒, 指一指, 南天门就开了, 这就是说的, 在习主席的新时代, 当全体中国人民真正认识清楚了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势不可挡, 天下无敌了, 南天门呢, 也就开了, 之后呢, 唐僧师徒就偷偷跑了,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 人物会再次变化, 所以呢, 他们现在代表谁, 我暂时也不知道, 要看他后面情节才清楚, 接下来, 孙悟空说, 要两个童子睡一个月, 这就是三十年啊, 唐僧说, 别伤他姓令, 然后你再看后面啊, 孙悟空用东天门增长天王, 给他瞌睡虫, 让清风明月睡觉, 然后呢, 就一路向西, 马不停蹄, 走到天晓, 后面还说天明了, 这段情节说的就是啊, 1982年到2012年, 这三十年, 你看着这个图来理解啊, 2012年是十八大, 这就是天明了, 1982年那就是邓小平掌权了, 因为四人帮审理完了, 刘伯承也下去了, 他彻底没了制约,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疯狂的, 对内瓜分, 之后就是对外出卖, 就这三十年, 整整三十年呢, 从1982年到2012年, 十八大, 此时你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怎么来的, 是东天门增长天王给的, 这是东方神仙给的, 其实这个地方啊, 我又必须讲一下了, 否则大家不好明白, 这就是天道运转, 你看啊,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国家经济增长, 这是在毛主席三十年 打下基础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邓小平全面卖国, 而东方神仙呢, 并没有说让中国不增长, 相反的, 东方神仙让中国经济飞速增长, 邓小平将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 都送给了白皮黑鬼, 中国人民辛苦做奴隶,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是中国沉淀下来, 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基础设施, 人民的素质, 科技等等各个方面, 都在拼命的发展, 你注意啊, 邓小平封锁了芯片的发展, 但是他意识不到, 新时代要什么科技, 所以我们中国在别的方面就各种突破, 这必然是江主席, 齐主席, 想尽各种办法, 在他们能控制的领域, 尽力发展, 这就是东方增长天王的含义, 此时我忘了漏说了啊, 李鹏总理他的电力, 这个一定要说一下,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提高层次, 来到道德经那句话,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你看啊, 美国因为中国的供养, 美国人活得异常潇洒, 他们什么事都不做, 李鹏鹏吃的啊, 肥贼大胖, 你看美国无处不在的, 那个黑白大胖子就知道了, 你现在去看美国那些照片啊, 你看他们那个胖子, 胖子都跟一个什么呀, 纺唇一样, 那中间这骨子都什么样了, 是吧, 但是呢, 这样的有余啊, 实际发展的最后就是损, 美国反倒越来越不行了, 而中国呢, 各方面越来越强大, 这么强大的物质基础, 却因为上面是邓小平胡锦刀, 而没有办法发挥出我们的力量, 但是呢, 我们必须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才能改变当天的局面, 这就是东方时间, 一路让中国增长的含义, 这也是啊, 顺着天道运转来执行, 你看到了吗, 这是另一种反者道之洞, 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力量, 那么我们真没有办法挑战 西方协身的旧秩序, 所以我们必须增长, 增长到临界点, 才能使用金箍棒改造人民的思想, 因为批判的武器, 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我们必须也要有啊, 真正的人间的武器, 也就是真正的物质力量带动了吧, 当你明白了这个, 你就更加清楚, 1982年到2012年的社会本质了, 作为老百姓, 如果你不看这一集, 其实你的思想是混乱的, 因为你深处这个社会, 你会得到极然相反的两个感受, 首先啊, 你发现我们的国家的确强大了, 你看啊, 我们的工业实力, 建设实力, 全球独步, 这个不容否认, 对吧, 但是你接着会发现, 老百姓生活的越来越艰难, 三座大山, 教育, 医疗, 住房, 压死你, 压得你都不敢结婚, 不敢生孩子, 此时人民的思想就是混乱的, 如果我不讲明白这个过程, 大家真理解不了, 因为太矛盾了, 现在你就看看这个图, 你看看, 左边是东方增长天王, 带来的中国大发展, 中国的建设能力, 科技能力, 这都是落在了中国国内, 这个没办法对外输送, 你比如啊, 北京到上海的高铁, 你能把这个搬到美国吗, 连到旧金山和纽约, 不可能吧, 这就是, 很多东西他们搬不走, 就沉淀在了中国, 那么老百姓为什么生活压力那么大呢, 这就是右边的情况, 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能拿走的, 全被邓小平, 吴锦涛送给了, 白皮黑鬼, 我就用美国来举例, 美国三亿人, 你对比美国, 基础设施几十年没变化, 那美国人天天他们在干鸡毛啊, 这几十年了, 他们在干嘛呀, 他们就在天天打官司, 你看美国多肉牛毛的律师, 甚至让人不可理解的判法, 你比如啊, 一个美国老太太, 去美国的麦当劳, 她买一杯咖啡, 咖啡很烫, 她不小心, 她老了嘛, 她走路不小心, 手没拿稳, 咖啡倒了, 撒在她腿上, 把她腿烫伤了, 那么她怎么办呢, 她打官司, 然后呢, 她就因为这件事, 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赔偿, 甚至可能更多, 我都忘了, 不许查了啊, 就说你看这个玩意, 它合理嘛, 它根本不合理, 但是它就在美国, 确实的存在, 你在这个时候啊, 你不要在人间的角度来考虑了, 这没意义, 你必须要有神仙视角, 你要在神仙视角看美国, 那它是什么呀, 这美国人, 它们都是一群猪, 这中国人呢, 辛苦的劳动, 养了这么一群猪, 白皮猪啊, 或者说啊, 我就说一群狗啊, 就更准确, 因为这个狗啊, 你不能老圈在这个屋子里, 你必须遛狗, 否则它就病了, 它就死了, 所以呢, 什么事都不做的美国人, 其实是西方邪神, 养了几十年的一群狗, 他们必须遛狗, 那怎么遛狗呢, 就是让每个美国人呢, 你每天得有点屁事做, 这就是没事找事,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美国律师那么多, 那就是制造事端, 解决事端, 然后让美国人的精力发泄出去, 否则他们就死了, 同理你在这个高度, 你再看啊, 美国人玩的各种极限运动, 那么花哨, 你也就完全理解了, 因为他们的确没事可干, 但是他们也得生活, 而且生活的还要好, 所以他们就是, 各种这乱八糟事就来了, 那么, 他们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 就不干活, 还有这么好的享受呢, 就是啊, 中国看得见的福财, 都被胡锦涛, 邓小平, 刮走了, 送给了美国, 明白了吧, 因为他们把这些财呀, 能拿走的全拿走了, 那么剩下的中国老百姓呢, 我们就没有钱生活了, 我就说这福财就代表钱吧, 钱都没拿走了, 然后我们就没钱生活了, 所以我们就一个个生活的紧巴巴, 被森座大山拆点压死, 但是我们的国家还在发展, 就是你看着我们的高铁在增长啊, 高速公路在增长啊, 各种基因在增长啊, 这一切都在不断不断的飞快增长, 那这些东西呢, 邓小平的胡锦涛他拿不走, 大家明白了吧, 你现在对比红色和黑色, 你就立刻看懂了那三十年的本质, 你的矛盾感觉也就马上就有答案, 大家懂了吧, 能拿走的, 他们都拿走了, 拿不走的, 拿不走的话, 关键是你也没办法用啊, 不是说你没办法用, 而是说什么呀, 你的这个住房, 医疗, 教育, 这是涉及到你个人的, 但是你不能拿一段这个高速公路, 你说哎, 这段高速公路给我付这个买房吧, 你做不到吧, 你不能拿一段高速铁路说, 哎, 这个给我教育吧, 你也做不到吧, 就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 你不能一个人来享用它, 明白了吧, 所以你针对到你具体的个人, 你就是觉得很穷, 你就被压死了, 那是因为真正应该留下的那些福财呀, 都被他们拿走了, 大家懂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个更深刻的答案了, 当你一个老百姓啊, 都看懂了那三十年的发展, 你觉得西方学生看不到吗, 他们的人间高层马仔看不懂吧, 那你现在呀, 你把自己带入西方学生的高级马仔, 你面对这个世界, 你应该怎么办呢, 此时你就对比美国和中国的基础建设, 中国这边欣欣向荣代表了未来, 而美国的基础建设, 还是几十年, 甚至一百年前的呢, 你说你怎么办, 或者我换个说法啊, 整个地球啊, 我们就看到一个村子, 你是村长, 你的名字叫美国, 美国人就是村长, 你一百年前呀, 你们家最好, 你是砖瓦房, 别人家都是茅草屋, 然后呢, 这时候你就好好干活了啊, 你让村里人啊, 全村人给你上供, 好了, 大家都给你上供了, 但是同时, 人家还在辛苦的翻新自己的房子, 现在, 过去一百年了, 你就躺平了一百年, 或者几十年吧, 你这时候发现, 这个村子里的各个家庭啊, 叫中国的这户人家, 他不但茅草屋没有了, 中国还修建了全新的高楼大厦, 美国这个砖瓦房, 一百年前还算好的, 如今已经破破烂烂了, 现在一边是几十层的高楼大厦, 一边是一个两层的破烂的砖瓦房, 你面对这种情况, 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 你是拆掉中国吗, 那不但不现实, 而且也做不到, 而且这还太弱智了, 不能这么做, 所以呢, 最佳的策略, 是你啊, 住进中国这个漂亮的高楼大厦里面, 美国住进去, 你在这个新的高楼大厦里面, 继续当村长, 大家都明白了吧, 这就是国家层面的夺赦, 这是最高层的夺赦了, 当你明白了这个, 当你明白了美国其实是要将白皮的高层整体嵌入中国, 其实就是西方邪神的人间高级霸载整体嵌入中国, 这里也包括了那个小日本那帮高层,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马上就理解了, 为什么胡锦涛要制造女儿国, 为什么胡锦涛要太监化中国男人, 懂了吧, 他要中国的男人失去保家卫国的能力, 让中国的男人生生世世啊, 只当奴隶, 而中国的女人呢, 那就是一代一代当妓女, 为白皮黑鬼服务, 这就是夺赦了, 现在你立刻就看明白西方邪神的计划了吧, 那你也就马上理解了, 过去几十年, 胡锦涛邓小平按理执行的计划了吧, 什么计划生育啊, 什么黑鬼最大呀, 什么白皮最文明啊, 还有具体到山东大学, 他们就那个校长啊, 范立华吧, 对他吧, 叫范立明啊, 我都忘了啊, 就这个, 这个臭表子啊, 他给一个黑鬼, 三个中国女人, 让黑鬼就是把我们的同胞啊, 当玩物, 还有整个中国高等学校, 对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 还有整个中国的整体, 给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 说到这个, 你就想起那个, 三年疫情期间, 江苏, 南京, 那个什么居委会, 那帮居委会的那帮工作人员, 跪舔当时的白皮啊, 我就真是, 我说一下他们都恶心啊, 哎, 就他们都不是九爪灵魂, 否则我就直接就处理他们了, 现在啊, 也不说他们了, 太恶心了, 说起来就生气啊, 不说他们了啊, 你现在在这个白皮夺赦中国的层次, 这个高度来理解, 你立刻就全懂了, 同时你再看啊, 为什么美国根本不管自己国内的混乱, 现在美国的零元购啊, 打打抢啊, 都来了啊, 那是因为他们十几年前, 就制定了整体夺赦中国的计划, 他们要进来的, 只是几百万白皮的高层, 剩下三个亿的底层白皮黑鬼, 这些白皮的精英啊, 根本就不拿他们当人, 因此就随便抢吧, 美国他们都不要了, 大家懂了吧, 同时你也就理解了, 为什么英国脱离了欧洲, 你看英国当时脱欧, 着急忙慌的, 一天都不懂就脱了,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这个啊, 西方邪神, 人家也不是说就一条路走到黑, 他们也是有两个计划, 一个计划就是美国夺赦中国, 那么这个计划如果不成呢, 他们还有第二个计划, 两条腿走路吗, 就是如果美国夺赦中国不成功, 那这些白皮高层也不能全杀了呀, 他们还要生活, 因为西方邪神要利用他们这帮人家马仔啊, 那个美国那三亿白皮黑鬼那个大包袱啊, 中国那时候不养了吗, 因为美国没有夺赦成功中国, 那么中国就强大了, 那中国自然就不养这帮美国那三亿白皮黑鬼了, 那么中国都养不了他们了, 那么美国他自己根本就养不起啊, 所以美国的高层啊, 就不要那三亿美国人了, 大家懂了吧, 白皮的高层就要去一个相对安全的英国, 因此呢, 英国必须脱离欧洲, 这样才事实上和英国就和欧洲就隔离开, 那英国就会变得比较安全, 欧洲现在都是白皮黑鬼混杂, 白皮高层实际不会生活在这个地方, 此时你再留意英国新闻, 我举个最可笑的例子啊, 香港暴乱时期啊, 一个香港女人玩命的反党反国家, 后来她跑到英国, 结果呢, 就最近呢, 她在她向往的这个人权完善之地, 她生活不下去了, 她没有地方住, 没有钱吃饭, 她都没有钱吃饭了, 她在香港是个高清的女人, 生活的很富足, 到了英国, 她饭都吃不起了, 结果呢, 结果她自杀了, 我说这个新闻呢, 就大家开心之余呢, 要提高层次啊, 你还要结合现在啊, 英国在不断的将外国人, 就相对于英国的外国人啊, 全赶出英国, 这包括了所有香港去的那些烂仔, 还有好多小黑人, 英国把他们都赶走了, 他把他们赶到了非洲哪个国家, 我一直想不起来, 我也不许查, 也忘了, 就是他英国让非洲这个国家, 你接收一个这样的人, 我给你多少钱, 明白了吧, 其实这一招是日本当年对待黑人的, 日本怎么把那么多黑人赶走的, 就是这样, 日本让, 选择非洲的一个国家, 我也忘了是哪个国家了, 就说, 你接收一个黑人, 我给你多少钱, 那那边就接收了, 现在英国一样是这个计策, 明白了吧, 就说到这里, 大家可以隐身一下, 其实处理黑人, 就这么很容易就处理完了, 现在呢, 你在神仙高度看啊, 英国这个计策呀, 计划, 或者说正在执行的这个法律吧, 就是在清洁英国内部, 他们在给白皮的精英, 一个最后的人间港湾, 大家明白了吧,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此时呢, 我们还看这个图, 你看啊, 如果我们国家没有科技发展, 没有这个基础建设的发展, 那你看看, 我们现在能对美国, 以及美国为代表的旧秩序, 发出致命一击吗, 不可能啊, 所以呢, 东方的增长天王, 它就是代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 但是神仙告诉你, 这个发展, 在人民在其中啊, 没有受益, 这个阶段就是那三十年, 人民都是当牛做马的,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受益呢, 这就是十八大之后, 准确的说, 我们可以说是二十大之后,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打败了旧的世界秩序, 开始了领导全世界, 那么我们的财富啊, 就都留在国内了, 我们中国人民自然就受益了, 大家懂了吧, 你看看这个图啊, 你就完全明白了, 那三十年高速发展的中国, 和越来越沉重的三座大山, 这么矛盾的情况, 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了, 同时呢, 你也就明白, 美国面对穷途末路, 他们的计策是整体夺赦中国, 而如果没有十八大习主席上来, 如果没有习主席啊, 和邓小平, 胡锦涛为代表的汉奸卖国贼, 做坚决的斗争, 那么二十大时候, 美国就夺赦中国了, 如果敌人真正夺赦成功, 那么中国人就是世世代代, 做世界的奴隶, 其实我们也就玩国了, 只不过看起来呢, 我们还存在, 但是我们是女儿国了, 知道了吧, 大家现在全懂了吧, 我们是生死一线, 而一切呢, 又都在天道运行之中, 但是一切事情啊, 又都是中国人民, 和东方神仙一起努力, 才能实现的, 如果没有勤劳的中国人民, 我们国家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发展, 如果没有东方神仙下界, 带领我们走过反者道之中那一点, 我们的勤劳呢, 只能是自觉坟墓啊, 自己给自己抛个坑, 就把自己给埋了, 该懂了吧, 所以呢, 东方神仙和中国人民, 是一体的, 是劳不可分的, 我们都是神仙种子, 我们都是神仙的子孙, 大家懂了吧, 是习主席神仙下界, 一路披荆斩棘, 在人民看不到的地方, 和所有汉奸卖国贼, 展开了坚决的战斗, 这才有了二十大伟大胜利, 这才有了反者道之中那一点, 这才有了我们光辉灿烂的未来, 习主席的伟大功绩啊, 这一刻大家必须深刻的认识到啊, 没有习主席啊, 真的, 我们就完了, 你现在就知道, 我绝不是危言耸听了吧, 如果没有习主席, 那么二十大就是寇原外那俩胡人儿子, 当最高领导人, 他其中一个还很可能就是说, 你说他卖国, 他卖的多, 要纯属, 那么到了二十二大呢, 又换换领导人了, 那么这时候, 很可能就直接就是一个白皮, 一个黑鬼, 做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 这不就是亡国了吗, 所以啊,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 习主席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 亲君一发的时候啊, 是习主席挽救了国家, 挽救了党, 好了, 其实我说的真的已经足够多, 足够丰富了, 如果这个样子, 还是有人听不懂, 看不明白, 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啊, 神仙都救不了你, 更别说我了, 我也不是神仙, 我只是人间无知, 我还是个凡人, 好了, 不说这个, 我们还是回到西游记的故事, 这个时候啊, 你看瞌睡虫的含义就明白了, 这就是让敌人睡觉, 让敌人失去警惕, 邓小平, 胡锦涛, 以为人间没有了革命者, 他们的卖国, 就没人能阻挡, 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啊, 欺骗压榨人民, 这就是那三十年, 你别再不说啊, 你就看一样, 就是现在中国人不敢生孩子,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呀, 你看看你周围, 多少年轻人, 不敢结婚, 不敢生孩子, 你从小家庭说, 家庭绝后了, 那你从国家民族角度来说, 那不就是国家民族绝后了吗, 此时啊, 我真的还得具体说一下啊, 老实说, 到现在很多人还是想不明白, 我直接说一下, 邓小平, 胡锦涛的最终目标, 也是西方邪神的最终目标, 这就是要建立一个坚固的金字塔结构, 你看这个图, 他们的目标是杀剩下三亿中国人, 做奴隶啊, 圈养起来, 圈养起来, 需要时候呢, 就杀死几十万几百万中国人, 就是给西方邪神制造了人生国, 平时呢, 就让中国人做血汗打工仔, 为全世界制造财富, 还有呢, 我们中国人呢, 随时做器官的提供者, 给白皮黑鬼提供健康器官, 从心脏啊, 到肾啊, 到肝啊, 眼睛啊, 一切都你提供了, 看到了吧, 这就是西方邪神设计的未来中国, 也是未来的世界, 而这也就是白皮希望看到的中国, 他们就是这么准备的, 这就是胡锦涛那个女儿国, 可是这里最关键的, 就是西游记一直告诉人民的, 中国人呢, 从古到今, 唯一的敌人就是汉奸, 外敌根本不足为虑, 如果没有邓小平这样的汉奸, 敌人就是死亡成山的, 他们也进攻不来中国, 他们也实现不了这个目标,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中国的未来要变成这个样子, 关键就在邓小平啊, 因此你这个时候, 就更加明白邓小平的惊天罪恶了吧, 也就完全明白, 为什么后面的视频呢, 每一集都少不了这个死兔子老玻璃邓小平, 就是因为邓小平的路线, 是让中国彻底灭亡的路线, 而且他还活着, 他现在还活着, 他还在暗中控制一切, 他还在推行这个灭绝中国的路线, 他近期的就是制造了三年疫情, 他还让陈云去请外国人来一起对付中国, 就这个死汉奸呢, 这一群死汉奸呢, 当神仙为我们深刻揭露了他们的罪恶, 你觉得神仙能让他们还继续活在人间吗, 这根本不可能啊, 神仙就是让他们死的, 还要让他们死的一个个儿凄惨无比, 人间地府所有的酷刑, 都得加在他们的身上千年万年, 我来到人间呢, 就是执行对他们的审判, 对他们执行天罚, 大家就去看看这个图啊, 你能允许邓小平还活着吗, 肯定不允许啊, 邓小平这个死兔子, 他是死定了, 这几集啊, 我自己都感觉, 我的锋芒越来越展现出来, 这就意味着, 我快要对所有九转灵魂去执行天罚了, 而对于邓小平罪行的揭露, 也是一级比一级深刻, 其实这一级开始, 我都不知道又会说到这个死兔子, 而且还更加深刻, 这真是啊, 神仙在不断让人民, 愈发地认识清楚邓小平犯下的罪恶, 他就不是人呢, 他还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这根本不可能啊, 只有畜生才能生出邓小平这样的恶魔, 他根本就不是人呢, 这一世邓小平算是活到头了, 他别想再夺赦逃跑, 做梦去吧, 好了啊, 这一集又是把我气得够呛, 那就到此为止不说了啊, 下一集再见。